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最近大家都很关心国际新闻 对不对 APEC峰会 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刚刚在秘鲁首都立马结束 11月15号 中国最高领导人和新加坡领导人 在立马举行了会晤 会晤当中 新加坡领导人明确的表示 新加坡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的赖清德当局 看了以后非常恼火 就在16号马上就说 中方说法显非事实 还声称已经向新加坡官方求证 证实黄寻才总理并未发表过上述言论 没想到事实很快就把台湾当局的脸 打得啪啪响 就在17号 新加坡外交部网站发表了一篇新闻稿 明确指出 新加坡奉行明确和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 反对台湾独立 你看 赖清德被打脸啊 真是自取其辱 事实已经说明了 搞台独 是不得人心的 在国际上根本走不通 只有回头才是案 好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收藏 点赞 分享